哈尔滨文旅局杀疯了 本地人万万没想到 生肯了几十年的洞里 还能做成花里胡哨的摆盘 北方人也没想到 哈尔滨人的豆腐脑竟然还能加糖 种种反常的行为 河里中透着许多离谱 离谱中又夹杂着九分河里 这个冬天 南方小土豆前赴后继的北伐 让全国人民见识到了哈尔滨的讨好形势格 也将哈尔滨送上2024年 开年第一个网红城市 仅元旦三天 哈尔滨就接待游客达304万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59亿元 创历史新高 前阵子的退票风波中 那些人有多唱衰哈尔滨 现在就有多被打脸 那么问题来了 哈尔滨爆火的背后到底有谁指点 从春天的进资赶考 到贵州村霸点燃乡村盛夏 再到哈尔滨成为新的网红城市 2023年 我们接二连三见证各个城市火速出圈 可破天的富贵并非只青睐某些城市 只是有的城市明明有机会接住 却没能力接吻 去年国庆节 北京迷迪音乐学校在南阳举办了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 为了办好这次音乐节 打造南阳的旅游名片 南阳整个市都卯足了劲 市委书记 市长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乘客 公交车变成了接驳车 市民还自发组织车队接送没能挤上公交的乐迷 还有4万多名志愿者们为乐迷服务 大家的努力 撑起了一座城的温暖 也给乐迷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同时 这次音乐节 创下了迷笛47届音乐节的最高票房记录 现场观众人数也创造了新记录 本来事情发展到这儿 就是件皆大欢喜的事 可音乐会结束后 乐迷们却发现自己帐篷里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 大到上万元的电子设备 小到一双拖鞋都被拿走了 因为一部分村民在营地顺手牵羊 南阳人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了 还有的城市坐拥海量资源 却恃宠而骄 硬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就比如说三亚 论避寒圣地 谁都无法撼动三亚在东北人心目中的地位 每年 很多东北人都会像候鸟一样 南迁到三亚 可三亚既是很多人魂迁梦营的地方 也是很多人文之色变的地方 几个月前 有博主发视频称 自己在三亚遭遇缺金少两也就罢了 买了400块钱的海鲜 竟然要收600块钱的加工费 合着在三亚吃一顿海鲜要1000块钱 真不是普通人能消费得起的城市 视频爆火后 官方明目张胆的偏袒 也让不少网友心中生起无名之火 在官方看来因为该店是明码标价 那样收费是正常的 看到这样的回应 我们都得下意识的反思一下 三亚的海鲜哪里贵了 自己这些年没有涨工资 是不是还不够努力 这件事没过多久 知名打假人去了三亚海鲜市场 而他这一去 直接让三亚变成了1.5亚 波士顿龙虾1.62斤 实际只有8两多 只介绍给了一半 不得不说 三亚的摊主真够黑的 更有本地网友称 外地人被宰 本地人也被宰 这样的城市 谁还敢去 在破天的富贵面前 有的城市把游客揣在兜里 拼命将流量变为流量 有的城市却把游客踹到沟里 把流量变成了流量 而哈尔滨无疑是前者 要说整花活 哈尔滨绝对有一手 他们喊南方朋友 南方小土豆 马铃薯公主 而本地土豆只配喊做的钢子 低蹦子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 哈尔滨更是连底线都不要了 游客想在索菲亚大教堂 拍戴月亮的雪景 那没有月亮怎么办 哈尔滨直接用无人机 挂了个人造月亮 怕小土豆们在室外游玩受动 哈尔滨就在广场 建起了温暖驿站 想看雪后的飞马踏兵 哈尔滨直接整出了 带翅膀的飞马 一秒带你穿越岭东之地 就连张作霖 都要生肯的东北洞里 遇到了南方小土豆 也得学会乖乖摆盘 在东北都不会耽搁卖的萝卜 就因为南方小土豆想吃 那高低也得搞个切片 说南方的豆腐脑都是甜的 哈尔滨这回选择背叛整个北方 为南方人特供了加糖的豆腐脑 真是要把小土豆宠上天了 连本地人都直呼 越来越离谱了 更让本地人择舌的是 哈尔滨这回 竟然把厄伦春族请了出来 他们的驯鹿还能随便撸 这可让大家破防了 我在黑龙江待了快40年了 一个厄伦春人没见过 连驯鹿都没见过 我哪一个老黑龙江人 从来没看见过厄伦春族 我哪听我这么一说 老震惊了 这还没完 哈尔滨还请出了白狐出来营业 这可是东北五仙之首啊 哈尔滨这次妥妥的掏出家底了 有人说 哈尔滨人嘴真言 这么多好玩的 从来没见他们发出来过 可哈尔滨的口袋里 到底还藏着什么 本地人也是一脸猛 他们从来没觉得 家乡这么陌生过 南方人一来 哈尔滨人才发现 原来自己不是亲生的 亲生的在南方 有哈尔滨本地人委屈到 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挺心寒的 以前跨年在江边偷摸放小刺花呗 追着不让放 南方人以来 江边放家特林 消防车保驾护航 难怪网友戏称 哈尔滨就像一个东北大小伙子 认识了一个温柔软萌的南方妹子 掏出家底 各种殷勤讨好 本地人就跟那前女友似的 还有人补刀 前女友还得和他一起伺候现女友 其实哈尔滨的爆火 并非偶然 也并非政府一己之力 它更是政府和市民双向奔赴的结果 去年12月中旬 冰雪大世界的退票风波 将哈尔滨推至风口浪尖 不少游客 本着不薅白不薅的态度 纷纷跟风退票 甚至还在网上发布退票攻略 但老实巴交的哈尔滨 明知道很多人故意薅羊毛 却还是选择致歉 整改 退票 一连串的操作 厚倒得让人心疼 也引来八方网友在线声援 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张门票 一月底孩子放假 一定补上 大东北我们来了 江苏人已经在路上了 哈尔滨我来了 这一风波的反转 为哈尔滨吸了一大波粉 为了接住破天的富贵 哈尔滨从政府到市民 无不拿出最大的诚意 广赢四方来客 但凡有游客反应遭遇在客 哈尔滨的反应必然是刀刃向内 前不久 有女生带朋友品尝东北的特色菜锅包肉 原本是想向朋友炫耀东北菜量大价廉 不成想 一份只有13片肉的锅包肉 却报价68元 有哈尔滨本地人回应 正常一份锅包肉三四十块钱 而且量还比这大的多 店家明摆着是想宰人了 后来店家声称搞错了价格 还给女生发了888块钱的红包 想稀释宁人 谁砸哈尔滨的牌子 就砸谁的饭碗 哈尔滨本地人得知事情经过后 顿时义愤填膺 直接找到网上店铺去打低分 而哈尔滨人的花式宠客 更是无处不在 南方小土豆想吃麻辣烫 司机师傅立马打电话 问哪家比较好吃 转头回话的时候 还秒变家子音 还有东北师傅 为了满足南方小土豆拍照打卡 短暂的开了一下花灯 这待遇让本地人都羡慕了一把 更别说 私家车自发组织车队 贴上招手急停 免费乘车的标语 方便打不到车的小土豆们 有的店铺还在店内张贴 因在本店停车吃饭 造成的违章违停罚款 进店找服务员拿票据报销罚款 但哈尔滨的热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哈尔滨的大街上 还有很多发红糖浆茶 发暖宝宝的热心市民 也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 记录了自己在哈尔滨的感动瞬间 早上吃饱后 他又买了个饭包想尝尝鲜 不过一路上都没有时间吃 等到晚上去吃烧烤时 他让服务员帮他放微波炉热一下 一旁的老板囊听到后 说东北饭包要新鲜的才好吃 还要喊人去买白菜 要给博主做一份正宗的饭包 本来不卖饭包的烧烤店 却要为他单独做一份 哈尔滨真是家里有的 都会给你招呼上 家里没有的 也会想办法给你安排上 都说东北一家亲 为了宣传哈尔滨 即使家乡不是哈尔滨的 小沈阳 宝石老舅 陆虎 也都在音乐节上 说自己回家演出了 在零下将近20度的哈尔滨 手指伸出来就会被冻得发僵 可是听到台下的人寒冷 小沈阳二话不说 就摘下了手套 演唱过程中 小沈阳脸冻得通红 声音也止不住的发颤 但为了宣传哈尔滨 他还是完整的唱完了所有的歌 宝石老舅在舞台上 说了好几遍 他是从东北走出去的孩子 为了近距离感受独属于家乡的温度 他能是全程没有戴帽子和手套 他还在舞台上喊话 要帮美丽的冰城上一次热搜 一起感受这片土地的热情 身为河南人的陆虎 在哈尔滨动坏了耳机 嘴唇还粘在话筒上了 即使因为低温 这场音乐节状况百出 但哈尔滨人的热情与真诚 确实滚烫的 他们用十足的热情 给寒冬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温暖 有人说 上半年有滋有味 下半年冰至如归 看到今天的哈尔滨 很多人都会想到春天的资博 三月份 资博制作只有470万人口的三线城市 能是接待了500万游客 现如今 哈尔滨又成功复刻了资博的盛况 作为省会城市 哈尔滨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 但衰退 人口外流 是他摘不掉的标签 在2022年全国省会城市人均GDP排名中 哈尔滨排最后一名 他曾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用重工业挑起国家建设的大梁 然而 伴随着工业没落 人口外流成为这座城市的常态 七普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 哈尔滨的常住人口减少63万 整个黑龙江过去十年 更是减少了646万人 是人口流失最多的省份 可即便这样 全国每九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 2023年 黑龙江粮食总产量1557.64亿斤 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一 每次遭遇粮食危机 黑龙江都会站出来 提供最安心实在的粮食支援 汉后老师的东北老大哥 只会默默做事 用真诚换取真心 如今 哈尔滨火爆出圈 有人说 这背后定有高人指点 还有人说 这次爆火就是一场炒作 若要说高人指点 那指点哈尔滨的不就是所有真诚的哈尔滨人吗 若要说炒作 那我希望这种炒作能在全国遍地开花 丁路 等 痲